大家好 我是火轮哥 开工已经有几天了 上个视频跟大家说了 如果说去补货的时候 顺便把手机目前的行情给说一下 因为年后 市场上的货是比较少 这些就是今天我们补回来的货 看一下 有13普罗麦克斯 然后11普罗麦克斯 以及iPhoneXS麦克斯 现在的华前本市场已经开店了 但是市场上的人并不是很多 可能要等元宵以后才能正常的营业 因为货不多 所以说我们补了一点货 但是实际上还不是很多 主要的话就是iPhone11普罗麦克斯 iPhoneXS麦克斯目前的话 市场上市比较多的 iPhone12普罗iPhone12普罗麦克斯的话 涨了一两百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拿很多 今天到的话就是这十台机器 因为这十台机器 我一个一个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会见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iPhoneXS麦克斯 这款机器上市的时候 它是一万多 然后 这两台机器是我们昨天从当口拿回来的 这两台机器 它是煤板的无锁 然后是256G的 现在的iPhoneXS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清楚了 如果说是煤板的机器 它只能用单卡 但是煤板的机器 它是可以改算卡的 在改算卡的同时 它是要动主板 所以说像这样的机器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拿煤板的去改算卡 因为改算卡的同时 它是要 动主板 动主板的你也知道 可能就没那么稳定 因为iPhoneXS麦克斯这款机器上市已经有四年了 既不上电池都不怎么耐用 每一台机器 我们拿回来更换的电池都会在这里明说的 无锁板的 目前在时尚上拿货是2150 再换个电池的费用的话就是100块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手机上它是有电池的百分比显示的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电脑上 它这个电脑上的话显示的话 它是一定有更换的电池 对不对 所以说拿回来的机器手机是什么情况 我们就会在这里给大家提前的讲述度 这两台机器橙色的话可以达到一个95成型以上 可以看到啊 外观的话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然后的话屏幕 它没有打磨的痕迹 也没有那种压盖板的痕迹 它只不过是更换了一个电池 如果说你们对这个更换的电池不在意的话 我个人觉得像现在 拿这种iPhoneXS来做不用机也好 做主力机也好 它完全可以再用个两三年 只不过它是不支持五金网络 这一点的话跟大家今天都讲清楚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两台的iPhone11婆罗 iPhone11婆罗在年前的时候是走到2550 然后现在来看一下 这两台机器的橙色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橙色能达到一个98星左右 然后这也是团圆的 有一台绿色跟一台 石墨灰 这两台机器的电池有一台是87% 有一台是90% 这两台机器我们拿下来的行情是2500 它是256G的 在我们的选择范围内 只要机框好 它都是存无所的 品质好 那么不管是日版还是美版 这就是我们在拿获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然后这个 11婆罗说了 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 iPhone13婆罗麦克斯 这台机器的话 它的电池可以达到一个 96% 我们来同步一下研究报告 这台机器的话是更换了电池啊 很多人说拿这种高电池是不是有更换过电池 但是在我们这边 机器怎么来的 我们就怎么给大家讲清楚 是换过电池的就是换过电池的 包括这台机器 它就是更换过电池的 但是价格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 这台机器我们拿下来是6000 可以看到这个电池 它也是全绿的 因为它这个电池虽然说是更换的 但是它是一直电信的 所以说 电机报告上 它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在我们这边 我们更换过电池的 提前跟大家讲清楚 中间的这数是20030这个的话就不用去管它了 因为是更换电池 是什么就说什么 这台机器的外观可以看到 它可以打这个98型的橙色 然后的话 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偏低的 机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iPhone13婆罗麦克斯的一个行情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iPhone12婆罗 这台机器的话是一台512G的 它的橙色可以达到一个98型左右的橙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电池的相距它是89% 像iPhone12婆罗麦克斯 它跟iPhone11婆罗 它就有所不同 iPhone12婆罗麦克斯 如果说你要用双卡的话 它是完全可以无神改双卡 也就是在改双卡的过程当中 它无需动主板 这台机器我们拿下来是4500对于这样的行情 大家觉得值吗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台 这一台的话是一台纯元的电池是100 我们来看一下燕机报告 这台13婆罗麦克斯它的后置摄像头的话有一点 轻微的小家庭 但是 它是这种纯元不露气的 这台机器的充电次数是114 电池寿命是100 这台13婆罗麦克斯256G的 它是每版无所的单卡 除了这个小科砰以外 整体的城市整体的机况 它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说你对这点小科砰 不太在意的话 那么像这样的机况 它是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 再继续我们带回来的行情是6280 电池相对来说比较高 目前市场上的90以上的行情的话 在华前美拿货是6300左右 相对于这台手机的电池来说 那么这个机器的机况续航 它是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这一台机器同样是一台13婆罗麦克斯 它是一台港版的机器 港版跟国防的是一模一样 它都是支持双卡的 然后这一台港版的机器 它的橙色 我们看一下 它有一点很轻微的这种 小科 但是不太明显 橙色的话可以打到一个95线以上 最重要的一点 它这台机器的一个 电池的话可以达到一个95%以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这个机器 它还是支持官网债宝的 来看一下 干嘛的机器是在开头的 对不对 然后他这台机器还是官方在宝 电池的充电 测速是228次 然后电池的说明是95% 当然 这台机器电机报告肯定是完美ok 这台机器我们带回来的行情是6800 目前在市场如果说你要拿一台官方债宝的 而且城市还这么好这么高的 市场上的行情是走7000左右 这就是时尚普通麦克斯干嘛的刷卡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台iphone12不说 因为他没有电了 跟这个平板 我们这个视频就不先跟大家说了 下个视频 我们再给他说一下 今天就先暂时给大家分享在这里 如果说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点赞观众 我能够选记录上少盘州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